随着疫情升温 居家隔离及照顾的人数节节攀升 为了响应市府开办的居家照顾计划 三种区宗教文化发展协会理事长李乾隆 特别号召区内29间公庙团体 合捐2000份居家照顾关怀箱 市价月薪台币200万元 由副市长刘和兰代表受证 我们感谢我们侯市长发起居家照顾的这样的 这个关怀箱 所以我就想说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宗教切实取自于社会 拥自于社会 最重要是进化人心 让社会能够安定下来 副市长刘和兰表示 近期疫情严峻 居家照顾人数已破万 工为负担沉重 感谢三种区各公庙发挥爱心 以实际行动支持防疫工作 非常谢谢我们三种地区的所有公庙领袖 有29个单位 在我们李乾隆老市长的这个发起之下 一起来参与这一次的捐赠活动 总共捐赠了200箱 这2000箱 这2000箱可以提供给我们2000个家庭 在居家照顾的时候最基本 尤其里面有温度计 有快拆计 还有一些相关的生活的用品 李乾隆除了感谢各公庙的情意相挺 也期盼能发挥抛砖引玉的效果 吸引更多爱心企业及团体共襄盛举 一起为防疫尽心力 记者轮红采访报导